烘焙乌龙飘出阵阵茶香 这厚实饱满的茶味搭上新鲜鲜奶油 摇身一变成了这颗有着淡淡茶色的戚风蛋糕 松软外层铺了桂花酱 边边则用鲜奶油点缀 轻轻化下内线还吃得到乌龙茶奶冻 两者巧妙结合毫无违和感 背后来自台北老牌蛋糕店 和首摇影品牌的强强联手 红叶蛋糕蛮有名的 所以有心口味也可以试试看 脱黑和首摇的人可能会觉得还不错吧 可能会觉得想要 可能会吸引到他们 顶着老牌光款联名商品 西粉丝常鲜 像这一款妈祖乖乖 外包装印有地方妈祖神像 连里面都是用在地种的米 做成的米乖乖 这是云林西罗复兴公和乖乖 推出的限量款 而另一款小绿绿可乐果 则是由北一女和食品厂共同联名 刚推出立刻被秒杀 只是想靠老子好加持 也不是只有吃的才有人气 招牌笑脸搭配棒球帽 看到这个图案 六七年级生一定不陌生 王子面里面的王子不止卖面 现在还出现在袜子上 凭着这张熟悉面孔和可爱模样 让老粉也跟着爱屋及乌 刚推出三个多月 热卖2500双 同样有移情作用的 还有这款本土背包品牌 和可口可乐共同推出的包包 不止外观有可乐瓶icon 连拉链也运用小巧思 做成开瓶器形状 品牌在联名的时候 大概考量可关联性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创新性 像我们看到有些是所谓的背包 或者是袜子 它可能透过了图案的设计 或者是造型的设计去增加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觉得这是一个惊喜感 除了联名要连的有道理 还要有所突破 专家认为联名的品牌 至少有一方 得要有一定知名度 才能互相拉抬 怪不得IP商品 找老牌推联名 毕竟想获得人气 先灵老主顾入门 靳新闻 为了听世卫晨 采访不到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 靳好新闻